老闆 下班沒了 那我就在你後面幹嘛打電話 我秘密跟你說啦 什麼秘密 好 等我一下 幹嘛 老闆 明天是NE35IA 要我去跑一下 6點炒菜蛋 6點 6點了 我下班了 先走了 拜拜 你不要走啊 最多我請你吃早餐再加個飲料嘛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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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基啦 今天我們試駕的車款是BMW M135i 它的定位是性能先輩 目前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對手 包含了賓士的A35 以及奧迪的S3 Sportback 那過去的M135i 它因為擁有300p等級的動力 同時又是純後驅的設定 所以呢 在編道的車迷裡面 它其實擁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 但是現在新一代的M135i 它就是改成了四輪傳動的架構 那看到這邊啊 我想大家心裡 難免會有個疑問 到底新一代的M135i 它是會再去拉攏以前 編道的始終的車迷呢 還是它想要獲取一群全新的浩花先輩客群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找出來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三個值得買 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那既然我們今天試的是性能車 那我們當然就要先來體驗它的動力 以及操控的部分 首先呢 就性能面而言 畢竟它還是300p等級的車 零到100公里也只要4.8秒 所以呢 它的加速真的是又快又飽滿 其次呢 只要油門稍微踩深一點 就可以感覺到 那個推力真的是滿猛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台車 雖然在性能面方面沒有什麼缺點 但是在變速箱的表現部分 我卻是免不了要有點小抱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它的對手 無論是A35還是S3 它們都是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那這台車呢 它是運動化自排變速箱 所以呢 它換檔的速度 確實是沒有辦法像雙離合器變速箱一樣 那麼的快 那我試一段給大家看 這邊降個檔 停聲音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它換檔的時候呢 還是有個比較大的時間差 所以當你開著這台M1上歪 想要進行一些比較激烈的操駕行為時呢 你必須要把它換檔的這個時間差也算進去 這樣你整體跑起來 你的節奏才會是夠流暢的 另外啊 現在換成四輪驅動架構之後呢 到底有沒有比較好開呢 比較好開這一點呢 我看肯定是一定有的 因為像今天雨下這麼大 地面的狀況這麼的濕 如果說你是開以前的M135i 其實呢 在這樣的路況上面 你不太敢去全面吹鼓它的動力 但是現在新的M135i 它因為有四輪傳動架構 你在彎中 可以感覺到 它的車身動態 以及它的抓地力表現 都是相當穩定的 甚至呢 在這樣的路面上 你還會有信心去吹鼓出這台車 七、八成的忍耐 像這樣 哦 真的是又穩又快 老實說 即便呢 你在出彎的時候全油秒 它還會有一點點的滑動 但是呢 因為它現在配備了一個ARB系統 所以它整體反應的時間呢 比以前單純只有DX7 還要更快 原廠是說快上十倍啦 但是我的感官畢竟沒有那麼名貴 我只能夠感覺到 真的是 馬上一有一點點失控的時候 馬上系統就會去抓 但是呢 樂趣這種東西啊 每個人喜歡的面向是不同的 像我們以前 為什麼喜歡A135A 那是因為 在激烈操駕的時候 你必須要保持一個敬畏的心態 因為那強悍的扭力在彎中全油門的時候 是隨時都有可能讓車人出現打滑 所以呢 你在開那台車的時候呢 你必須很謹慎 很小心翼翼的去駕駛它 但是一旦你能夠摸索那台車的特性 你會發現開那台車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現在的這台車 它相當的穩定 倒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有些人它的訴求就是我要穩定又快 那你如果是屬於後者 既要享受速度呢 又希望保有相當的穩定性的話 我覺得新一代的A135i整體的超扣表現 確實還是會比較適合你的 但是當我們把操控面先放到一邊 回歸到我們日常用車的使用標準的時候 這時候大家免不了就會想去檢驗一下說 這台車它日常開的時候 舒適性到底足不足夠 我們先講隔音 隔音整體來說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問題 豪華車該有的水準 這台車通通有 那麼座椅的部分呢 我覺得座椅也是相當的不錯 尤其這個前座椅 不只它的支針性、包覆性都很好之外 整體對我的體型來說也是相當的服貼 而且它的側翼是可以調整鬆緊度的 長時間坐下來我覺得真的是滿舒服的 另外在底盤的特性部分 這台車因為它是有電子懸吊 所以它有三段式可挑 一般我們在使用的話通常會調Comfor 但是即便你調到Comfor 會覺得說它路感是比較強、比較硬 但是你並不會覺得說 這台車坐起來是比較不舒服的 我覺得Comfor模式對這台車來說 是一個很均衡的設定 既能夠兼顧我們日常所需要的舒適度 同時你要稍微開快一點 其實你會發現 整體的懸吊作動節奏 以及它的支針性等等 也都是還OK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把你的懸吊調 調到Sport模式的話 在4G卡確實還是比較典一些的 不過因為畢竟它有三段可調嘛 你就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就好了 另外有一件事情 必須要跟觀眾講一下 那就是 這台車的煞車真的是設定很利 如果說我們在山路上開 你會覺得它的自動效果相當的不錯 交感也很OK 但是當我們在市區開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說 這樣的設定其實有一點太利了 所以在市區開的時候 你真的就必須要花一點心思 去好好控制你的煞車 不然的話它是比較容易出現點頭的情形 那坐在車上的人 真的也會比較不舒適喔 至於在駕駛視野的部分 我覺得基本上沒什麼大問題 即便我們現在在山路上開 但是它並不會遮擋到我們太多的視野 我覺得整體的視野掌握性 都是相當不錯的 喔 年輕人欸 那車的顏色很趴喔 當然啊 M Performance欸 全新的M135i 306b 對 四輪傳動 0200 4.800 那這樣子 加一台車要賣多少錢 那你就打開889的App 上面就可以看到價錢啊 我是說可以折多少錢 如果要買的話 如果你要買 按一下一鍵懸架 就會有業務跟你報價 這麼厲害 那APP要趕快下載啦 對啊 好 上車啊 要跑山那邊 又跑一下 喔 我這新人車欸 你幹嘛坐後面 我就想要知道一下 全新大改款的E系列 後座空間有沒有進步啊 那你覺得呢 頭部空間比以前好 西部比以前F20的時候好 我是覺得西部確實是蠻有感的 我剛才量了大概13公分 13公分 但是我覺得頭部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壓迫啦 壓迫感稍微有點重 尤其是旁邊 對啊 不過還好它有全頂天窗啊 那要選配的 行李箱咧 換新的底盤啊 行李箱是有變大 而且主要是它深度變多 放東西像我們剛才試過 我們常用那三個行李箱啊 它還是放得下的 欸我發現它沒有裝上扶手欸 小車沒有就算了吧 沒有地方潰手啊 沒有地方潰手你可以放在我的腿上 欸它有氣氛燈欸 我跟你講可以換很多顏色 可以換綠色 換音箱 音箱 音箱是什麼 音箱是紫色啊 這很爽欸 那你前面還有什麼特別 我看中控台是長一樣 跟3系列 中控台現在都模組化的啊 我覺得主要就是質感變好的 好啦質感是還不錯啊 目前這樣看起來 我跟你講我這台車好料很多 比如說 比如說你現在覺得它坐起來蠻舒服的嘛 嗯 因為我現在是用Ctrl模式 好喔 它的濾震效果算是不錯 那如果Sport模式呢 Sport模式 其實它的濾震效果也還夠喔 我覺得現在這個駕駛模式真的不好用 以前用波的現在 我沒看到其實都按不太大 我現在選 它習慣一下啦 選Sport 你可以感受一下 衝擊比較明顯一點 它硬歸硬喔 但不會讓你覺得說硬到不能接受 它全掉在壓縮的時候過程它其實算柔順啊 嗯 而且你也不希望你開一台M135i後面軟趴趴吧 晃是不會到晃 而且跳舞的程度我覺得可以接受喔 其實我坐在前座是都剛好 後座我想應該稍微跳一點 但我想買這個車的人應該也不常載人 那Pepe還有什麼特別的啊 還有啊 比如說 無線A4 CarPlay 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 我有手機又不支援 現在什麼時代了 iPhone SE也出新的了 不然你換一下嘛 另外呢 我這台車啊 還有選一個 HUD抬頭顯示器 HUD 你沒有HUD 你真的不會開車咧喔 這開山路的時候多方便啊 開山路你哪有空 看下面的離表板 對不對 是看上面最快 有個缺點啊 就是它 轉速上來的時候呢 你不太能夠靠這個聲音去換檔 比如說我們轉速上來 到5000轉 6000轉的時候 它沒有特別高亢 我突然發現這個座椅擠皮的耶 是不是 選配不用加錢 前面這個包覆性真的是很不錯 我覺得後面也可以耶 它的版型是有點 會讓你的身體是服貼住的 你做那個手勢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服貼住 所以晃動 你剛剛這樣過彎我覺得還好 身體不會到很慌 那我這台車還有標配ACC 我開車又不用ACC 腳類的時候還是加減可以用一下啊 我跟你講我這台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還有什麼 就是我排氣聲浪可以調大小聲 很多車都有啊 不一樣 除了標準的聲浪之外呢 我還可以調一個平衡模式 再調一個收斂模式 收斂模式 像我今天早上出門 我就用收斂模式 早上出門 跑上山 再回家 我老婆都沒發現 你本來就不想讓它知道吧 你想要注意跑山誰攔得住你啊 講那麼多 不然你 都不讓我開啊 先前面換手一下啊 OKOK 我找個安全的地方 換手讓你開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賓士的EQC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AM135i上面 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 動力性能強勁 在AM135i上面 配備了一具四缸 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來到了306p 雖然說啊 它的數據啊 跟前一代比啊 還是少了一些喔 另外呢 車重也增加了80公斤喔 但是在四輪傳動系統的幫助之下呢 0到100公里的加速 比前代更快喔 現在只要4.8秒喔 所以我相信啊 在性能展現的部分啊 AM135i是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第二個優點 操控表現出色 一直以來啊 在BMW的性能車上面啊 總是以豐富的操駕樂趣 抓住了我們這些 始終車迷的心喔 只是說啊 現在新一代的AM135i上面啊 它從過去的後輪驅動架構 改成了現在的四輪傳動 那這樣一來啊 不免也會讓我們 對於它的操駕樂趣 抱持著一點點的懷疑喔 只不過經過我們實際驗證之後啊 的確啊 前後代的AM135i 在驅動特性上是不同的喔 但是過去我們所追求的加速體感 轉向的利落度 甚至是底盤的平衡特性等等呢 在新一代的AM135i上面 依然可以找得到 再加上 新一代的AM135i 它還配備了ARB的群機系統 TOSEN的差速器 所以呢 整體搭配起來 你會發現喔 其實E系列在操控方面呢 還是有所堅持的 第三個優點 整體CP值較高 跟同級競爭對手相比 我們發現 AM135i 除了在性能方面 平起平坐之外呢 在駕駛輔助機能方面 也配備了A、B自動直擊煞車 ACC自動跟車系統 自動倒車輔助系統 另外像是M款的 跑車化懸吊 以及無線充電等等呢 現在也都列為標配了喔 所以整體來看啊 你會發現啊 其實它的CP值還是不錯的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 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沒有後驅設定 雖然說現在 N135i的對手 也是採用了四輪驅動的配置 但是呢 當我們開著四驅的N135i時呢 難免還是會想到說 過去後驅的N135i 在性格的展現上 是多麼的狂野喔 即便我們只是順順的開 沒有壓榨它的極限 但是它的操駕樂趣 依然是滿了出來喔 那我們只能說啊 前後代車種相比啊 雖然說他們都有著 相當不錯的操駕樂趣喔 但是呢四驅跟後驅的取向啊 還是有滿大的差異喔 如果說啊 你還是很堅持要後驅設定的話 那麼或許啊 你可以轉頭看看喔 同門的N240i Coupe 第二個理由 駕駛輔助未達LV2 當我們今天啊 要花250萬去買一台車的時候呢 依照目前的市場期待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希望喔 在駕駛輔助機能方面 能夠擁有LV2的水準 但是呢在N135i上面啊 它目前啊 是沒有辦法選配車道維持系統的 所以呢 它也沒辦法達到LV2的水準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很喜歡N135i 但是你又很介意它沒有達到LV2的話呢 那麼看這個情形啊 也只能夠再等一等了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